我的美食向导由国民牌酒老村长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上汽高阶智能纯电品牌非凡汽车播出 本节目由上汽车播出 是在三十度以上 师傅空调开大点 好的 长沙实在是太热 太热了 长沙就是火炉 你们从哪里过来 从北京 大东西来的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 你要看是玩很大卡点 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 本地餐饮馆 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 那里就是最好的 这臭豆腐的地方 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冷 吃起来香啊 闻起来臭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流口水了 对啊 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 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那个玩工打卡的地方就不用动了 推荐了 有的是人推荐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 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 你们拍摄的这个轮映 不能对我们长沙福南的这些理由 甚至有影响的 你只能够算全我们长沙不 我作为长沙本地人 我有这个任何义务 那不会 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 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那可以 我可以都可以 接着到你去 一个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这位心知口快的大姐 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相当 不过按过去的习惯 了解一座城市 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 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 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 让我认识了他 就是这道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 三秒爆肝 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 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 专程慕名前来 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 专业烹饪训练 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 极为苛刻 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 在我看来 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 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 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生活气息的很浓 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 它就在那一小片 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 它的生活半天很小 它就三公里 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 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他不乱走 我就是我这个店 我就是这样想 我没有反省没有服务 我就把所有的钱都发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 所以现在这个做菜 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 都是要防补贵真的 是 哦 这个河真好看 哎呀 太美了 一层层的补刷 走吧 走吧 太遗憾了 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看一看 下去观赏一下 真美 开了一百多公里吧 我们赶上了恒东县 每五天一次的大吉 几百个摊位 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 是种的 我感情我喜欢 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它 你买就是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的 对 类似这样的市集 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哎呦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 这么嫩的姜豆 这个都搅不嫩 等一下啊 带你看在这儿呢 秋天的鲑鱼啊 它是金黄色的 我来到这儿 看看有多漂亮 金贵 鲑鱼 金色的 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这是 看豆腐就是 豆腐可以充斥 豆腐的 豆腐的 有豆腐 有豆腐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 餐会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起吃老虎 谢谢老虎 这个豆腐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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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 全部买了 好了 放在哪里吃呢 哪里吃呢 四季了 四季没了 四季没了 好好好 有的有的有的 快点吃 好了 四季没了 老虎 老虎老 这种全部给我搞了 好吧 要来自都不要 我妈对你那么好样 哈哈哈哈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 她是在抢东西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入 我完全跟不上她的节奏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 足迹手一样 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 我们要买鱼的 要买辣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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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买辣椒不好啊 来来来 阿姨 要买辣椒 要买辣椒阿姨 如果是这个辣椒 跟她说要不得这个 这都是几天了 这个辣椒 还给你炒个小丝肉 辣椒小丝肉 对 好啊 好啊 我先吃一口豆腐好不好 好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 嫩了没豆子味 有豆子味是不可能嫩的 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 是辣椒炒肉 本地产的土共椒 皮薄肉厚 快刀斩成颗粒 从专业术语上说 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 一年生的原种猪 生长速度缓慢 风味积累充分 肉也切成小片 热力作用下 土共椒的清香 立刻散发出来 湖南的辣椒炒肉 按说我很熟 螺丝椒切大片 猪肉也切大片 坚守湖南小炒的四部原则 不焯水 不过油 不勾芡 不花哨 酱油 焯色增香 蒙火干炒 吃的就是这份锅器 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清水带动下 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 将辣椒粒包围浸润 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白肉啊 很上头的 这个存在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我断准了 好 站住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 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 就是放点盐 你这个吃到口里面 你就是以青椒和肉的香味 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 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 你说它辣 它是有辣 但是它辣的很柔和 非常柔和 而且甚至有点甜 它有香 有甜味 脆 香脆 嗯 为什么放这种辣椒锅 有一点就是那时候 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 污脂比较 匮乏的时候 对 辣椒小花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甚至有人说 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刷流亡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面 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 要有感觉一点 吃起来感觉足一点 但是差不多点对一下 也收不出一二三 反正就是感觉 清贡椒脆嫩清香 叶绿素分解后变黄 一部分淀粉 转化为糖类物质 增加成熟的甜味 让辣椒炒肉的风味 更加有层次 当然了 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 在香菜里 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 一个地方的风味 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 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 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 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 书面很难精确记录 像小马这样的厨师 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 也懂得如何消解 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 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 辣椒素被分解 辣感减低的同时 酸香出现了 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 适合小炒 嗯 香味一下出来了 酸香 肥肉 瘦肉搭配油渣 这种肉的三次方 长沙人叫肉炒肉 很香 老徐 拿这筷子给筷子干净的 这个油 嗯 吃到这个猪肉这儿 一块瘦肉 嗯 还是有点辣味的 有点辣味哦 嗯 很香 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嗯 下饭菜 我喜欢吃肉炒肉 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 三年沉的剁椒色泽要黯淡得多 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好香啊 我先尝一尝剁椒 您尝一下 您尝一下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它主要是承担这种 自然的发酵的这种酸味 嗯 香味在里面 嗯 您吃一下肉炒 要蘸点汁水 对 好吃 这就是现蒸的力量 肉炒肉里面的剁椒 就像一个年轻小伙 血气方刚 粗声大气 就是很外向 这个更成熟稳健 尤其是它的后味 特别绵长 这个胺基酸带来 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 持续的时间很久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胃提上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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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好了 嗯 湖香是洞庭湖和香江流域的统称 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 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 不过 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 在此之前 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 曹宇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 有 比如花椒 姜 和猪鱼 他们其中的一种 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鸡肉 鸡肉 鸡肉好吃了 嗯 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嗯 像这道烧墨鱼 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 但玄机带来复杂的新香 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就是 在出锅的时候 会放一点酱油 这个只能用本地来煎 答案 或许在地下 是 姜是老的辣 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注藏 姜辣素格外丰富 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 低温油炸 让脂溶性的姜分充分融出 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 这是姜辣味的升级 姜不见踪影 而辛香无处不在 生姜中的梅可以将蛋白质分解 使肉质嫩化 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 增加鲜香 非常澎湿的 这种姜辣的 对 这个姜辣 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是的 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 比如说我入口之后 生金 你 就是 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 你去迎着它 你带着饥饿 去对待它 现在是 你的整个口腔 被口水包围着 波头汹涌地去迎接它 真的是不一样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 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 湖南人的与众不同 是把这种调味品 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 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 湖南产的紫浆 纤维细致无渣 姜辣素含量非常少 一两天的晾晒 让紫浆脱水 口感更加脆韧 湖江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浆 叫紫油浆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 完全渗入紫浆内部 就可以开摊相用了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 它都配有紫油浆 这样的老全头 现在已经慢慢地在长沙 都已经开始慢慢地消失了 找不到了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 牙齿咀嚼时 有脆爽的满足感 酱香味浓厚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 本土媒体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研究互相饮食 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 像我这样的外地人 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 我自己就是重度的缩粉爱好者 但仁大猛告诉我 长沙本地缩粉和吃面 曾经不分伯仲 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 吃面反倒更有面子 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 面粉运输困难 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 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 没多花一分钱 除了美味 还能了解历史 它这个粉都是鲜粉 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 如果留意 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 面食传统的印记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 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 还在于馅儿 干盐菜提供鲜味 肥镖带来汁香 小火慢蒸 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盐菜 这只是底色 五倍于盐菜的白砂糖 甜与鲜强强联手 这就是盐菜糖包 外皮饱满喧软 干盐菜早已化为细砂 糖油一接触舌尖 甜味便于极限速度 传递到大脑 大脑是个包子 三百两十五千三十米 咱说呢 你要去做 要去挑个枣子呢 挑点包子呢 现在呢搬着了 到这里我们要十几公里 每天呢 来这里喝茶 到了长沙 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 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 已经消失的这种正正的吃法 就是双包按的吃法 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 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抠脚底板 对 然后呢把两个包子 这样的按起来 不断的用力的按 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这是双包按的吃法 吃双包按它不能没有茶 关于双包按考据很少 最初或许只是为了辩解 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 然而这种绝代双包 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 火工店 长沙香菜传统名店 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 每天天不亮 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 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大行其道 眼下全民控糖 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 都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 肥镖和白砂糖 一比一混合成糖油 一比一混合成糖油 恰到好处的筋度 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 包头的面皮作为载体 将糖油层层包裹 动物脂肪、浙糖和充分形发的面皮 在水蒸汽的反复催动下 呈现出晶莹的质地 这种大彻大雾的通透 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脑髓卷 参临早上七点营业 中午十一点中场休息 老长沙陆续离开 紧接着 游客涌入 各种热辣香菜上桌 火工店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 餐厅 餐厅就像这座城市 风味既矛盾又统一 人纳蒙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 意思是说 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 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 我来到了天兴阁 这里见证了湖湖近代历史的发展 和变迁 我还约了两个朋友 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 不太能吃辣 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这个草语很小 因为 以前是这个地方 长沙市最高的地方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 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 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拐点 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 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战争胜利是 太平军来进攻天兴队的时候 竟然守住了 就是湘军对太平军的胜利 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 湖南的影师第一本地上 说白了 它肯定是比较乏上可乘 因为它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然后后来香菜的这个兴盛 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 湖南人做官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 那真见识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 那会儿的士达夫吃饭 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甲山 沿着这个花园能走一个多小时 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恋 然后再上桌吃饭 湘及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 在一百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互相上层的饮食 最具代表性的 是因民国大佬谭颜凯而得名的祖安菜 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 烹饭方法的要求极高 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 谭波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 比如用炖足四小时的鸡汤打底 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一个半小时 再比如把干脂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 再用面糊洗去油分 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脂海参 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真漂亮 这个好舍得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心 只为衬托初秋的韩郡 这个就只一口如同入到山林去 是啊 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左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 是把豆腐肥镖鱼肉鸡肉分别剁碎 反复过筛成细绒 再蒸制重塑 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 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是因为你当时有一个软件 一直在这一般的软件 不是那么多的 就是你当时有一个软件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 我觉得 一化了 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它带有阶级属性 看上去像豆腐 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 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 他同样做这个豆腐 他要给他配解说词 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 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 我为你付了心力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 就是我很多功夫 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 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 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 就是你看不太出来 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针修摆在席面上 他们叫城府满眼 就是看着就不入流 你这个东西 就要显贵是吧 就显得就不行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 是个违心的动物 这个净由心造 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 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 因为想到谭延凯 又是这个汉林出身 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 书法家 美食家 东西美食都能接受 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 在长阳城喝啤酒 威士忌 白蓝地的人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大嘴吃四方 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 我更喜欢吃 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烈的 那个感觉的豆腐 它就是特别嫩 它就是豆子味特别浓 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 大豆地里面 那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说实话 官府菜的制作 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 而我个人更喜欢 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刘阳山区的小河里 长不大的鱼嫩子 是当地人心目中难得的美味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 只有茶油 才能赋予和仙植物的香气 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 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 放到扑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 稻壳劈劈勃作响 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 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 浅熏一个小时 金黄的外壳下 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 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 在刘阳被称为火焙鱼 辣椒 豆豉 芽梅干 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 合力为火焙鱼调味 水气让火焙鱼回魂 鸡肉纤维恢复弹性 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 蒸 这种烹饪方式 七千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 但只有中国人 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 其中就包括湖南流洋 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刘阳土菜 陈山清是位语言学教授 刘阳正是他菜籍样本的地方 我跟他们特别熟 苹果姐姐 我已经等着不行不行了 快了快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位 太能干了 马上就要吃了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 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 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 做的一手好菜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太香了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她这个火候 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外婆菜 外婆菜 佐料 蒸佐料 来来来来 我们摄影师来 我来办 你来拍 再大一点的特写 这个油反反复复往上走 看上头了 这苦瓜 都好吃 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 苦的 没问题 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 你问问她们 太好吃了 鲜鱼能蒸成这样 这要了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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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饭 够我 我尽量少吃这米饭 但是我今天肯定 两碗是打不住的 久等了 太辛苦了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好的 只要告诉她们 我已经吃了几次碗了 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 蛮好吃的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用嘴投票 好夹的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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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排骨 排骨 我先用咖喱锅把它压透 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 蒸个十几分钟就够了 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工艺都不一样 在苹果姐姐这儿 我看到了和组案菜不同的 另一种食不宴经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 逼出油脂的同时 多次脱水吸水 使肉皮起褶 形成漂亮的虎皮纹 铺上薄薄一层辣椒 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 蒸足两个小时 直到盐菜扣肉 颤颤巍巍的上桌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 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一个是食物 一个就是语言 今天带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刘洋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一个是香方言是排第一 然后是干方言 还有客家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刘洋 讲干方言的 就应该主要是来自江西 客家化的这个来历呢 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 像刘洋蒸菜 这些调法呀 我们香语和干语的 就是采这个发采 但是客家化 它发的是 真粗粗粗 是不是有这个 是是是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是吧 所以刘洋它这个 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的 就等于它是一个 纯外来的方言 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对有源头 他们有句俗话叫做 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盐 客家人它有个特点就是 就是群居 聚居 聚居 大家族住在一起 你就是说嘛 客家人其实心很齐 嗯 他们做事呀 行事呀 这个传统的坚守啊 都都非常有特色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 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 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 讲得通 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对 同样是制作繁复 官府菜和刘阳征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 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 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 谭魔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 食物学堂在当时的 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 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 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一起风化 同学少年是吧 口气都很大的 相对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 但是这个还不够 甚至认为它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 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力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 像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 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 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 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 一个新世界 需要年轻人去建设 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 后来越到后面 革命思潮就起来了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 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 然后强调中国革命跟吃辣的关系 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 但是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在七十年代以前 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移民时代 历史进程当中 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 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 就是你一起吃辣 一起汗流夹背 一起仪态尽私的情况下 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 一种共情 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 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 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 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 我和草宇分头行动 我想要一杯辣妹子辣 这个也很新奇 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 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 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 都在朝中街 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 其实这个地方嘛 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 就是那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 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 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 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 就是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 第一次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 使得打个卡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你怎么这么懂事啊 还给爸爸打扇子 爸爸吃东西 你怕爸爸热呀 好吃多 好吃 真不错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 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 发现新的味道 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 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 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这被我拍到了 长沙 被你拍到了 像不像色谷 是 人潮永永啊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 我从来没来过这儿 这是我真的发现 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完全不认识了 我觉得就长沙现在 就是你看北京 王府井啊 上海南京戏啊 广州北京路 部行街 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 就只有长沙有人 这也真是人气旺了 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就不是很能捉摸透 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 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 还要等个五年时间 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络经济 还是在于拍照打卡 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 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 那你一旦 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倒向 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是的 对 你上班就纯粹只是 就是上班而已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 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 来完成任务 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走吧 咱们去打个卡 长沙的风味变化 从来没有停止 今天它仍然站在 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 人潮汹涌 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从食物中一点一点品味中国 长沙是一个特别追赶潮流的 他们像一群掌握着流量密码的人 大概每过两到三年就会有一个新的菜品出来 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有更多的人去吃 能够充分考虑到既有自己的特点 又能兼顾到其他地方人接受的习惯 或者说他找到了风味里的最大公约数 我觉得最大公约数就是国民美食 就是全中国人都爱吃的东西 比如说辣椒炒肉 现在的辣椒炒肉和之前的辣椒炒肉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湖南人太追时髦了 我甚至没有办法想象 明年或者后年 长沙又食心吃什么 所以那个用称的辣椒炒肉 在这个辣椒炒肉 吃之前有很多煮愁 也不会都一起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